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诈骗的人当然不是他 而是他的一个朋友 假借黄桓一的名义实施诈骗 那个真正的诈骗者 也是本土剧演员 黄冠真黄冠真曾参演了本土剧单位人生 当年刚被人生拨出后 便有人在社交网站怒视黄冠真是一个骗子 该网友爆料趁自己透过黄冠真带购东西 事后黄女表示没买到 75000台币 约16707.51人民币交易款 却仅还48000台币 为10692.81人民币 痛批黄女装死 不还剩下的钱 随后又有网友踢爆黄冠真假冒偶像剧男星 黄桓一的好友诈骗多名粉丝 金额从数百元到数百元都有 被骗最严重的是一对蒋姓母女 该蒋姓女子趁他们在PTTW版认时 开设身心灵课程的黄冠真 当时她跟母亲都曾接受黄冠真的治疗 双方如同家人一般 黄冠真对他们说 自己是黄冠一的好友 还替她买为北京的房屋和股票 因此可以带处理蒋女父亲所留的基金 股票 蒋女信以为真 就将她及母亲的银行账户存折 印章及身份证都交给黄冠真处理 不料2011年2月起 黄冠真陆续从蒋家母女的银行账户搬钱 共计486万余元 约108万人民币 直到蒋女想拿回银行账户 印章等 黄冠真却迟迟不还 蒋女才察觉有意 连忙向银行查询 挂师存折 才发现已遭黄冠真侵占486万元 约108万人民币 法院一审十多次传唤黄冠真无道 最后发布通缉 才将黄冠真击捕归案 二审告院多次开庭 黄冠真先趁精神疾病住院疗养 后趁跌入大排水沟 而脑震荡需休养 又趁罹患重度忧郁并发验时证 无法清晰讲话而不去出庭 法官向医院查询 发现黄冠真并无任何住院记录 认定他故意拖延诉讼 判他一年八月徒刑定验 以发兼职刑 事情被台媒曝光扩大后 还有一些粉丝表示不敢相信 他们认为外表那么清纯的 他是不会做出这种事的 没想到最近案子又有了新发发展 检方另查出 2013年间黄冠真得知一名林姓女子 要去内地参加心理资商师证照考试 黄冠可代办报名 购买机票 住宿等事宜 诈骗林女6万5千台币 约1万4人民币费用 他还以代购iPhone 6 iPhone 6 Plus手机名义 诈骗秋姓女子5万8千台币 约1万3人民币 2014年 他又谎称母亲重病需医药费等 加一名邓姓男子骗得28万余元 约6万3人民币 新查出的诈骗总金额达到28万台币 约8万9人民币 也因为这些事 和假冒王传一诈骗的事 再次被台媒体集 日前新北地院在针对皇冠真边造母亲生病等理由 诈骗邓男等三人共40万元案 汉皇女5月徒刑集聚170天 并处罚金供22万台币 约4万9人民币 而皇冠真也没有上诉 不知道在后续 他会不会又被查出有新的案子呢 作有深度的心灵Sport和有格调的故事 喜欢请分享哦 么么哒 一姐换新楼包 各位闺蜜 认准正版都市男女的心灵Sport 以学术的严谨看贵权威精许可 谢绝转载